我不是一名专业的余平人,也不是一名专业的写作者,我只是有这几年工作经验的一名非常普通的打工一族而已,这几天一直想着,以我的专业能为佳伦和家人们做点什么,我也希望我的文章能让大家有所收获,哪怕只是一两句话的收获,于我而言,也已经是莫大的荣幸,人佳伦是如何一步步获得成功的,作为粉丝,我们应该从他身上汲取了一段时间, 到怎样的能量,接下来,我会浅显的和大家共同探讨,希望大家喜欢,十年,整整十年的时间,他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,来为自己的奥运梦想努力,却终究因伤退役,或许六岁的孩童并不懂得什么是梦想,什么是情怀,但他的父母给予他很好的家庭引导,他是乒乓球小王子,也是篮球场上帅气的主力小前锋,如果当初没有因伤退役,如今的体谈,也会定然会有他的一席之位,但都具备一个共同的能量, 共同的特性,坚持,无论是十年的奥运梦也好,或是音乐梦也好,唯一不变的是他一直在坚持,他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不懈地努力,遇到怎样的坎坷,他都可以努力去把它变成自己更努力的动力,只要自己不放弃,就一定可以成功,凡事都不会放弃努力,但不是每一次的努力都一定会成功,能源源不断给予自己力量的,也只有自己。